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宜兰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天宋皮铁道公园今年7月启用 三星乡公所在获得观光局的经费补助 以申林小火车沿线的景点出发 规划五分路怀旧步道 11月要开始动工 预计在明年的5月完工 在观光局的经费补助之下 三星乡公所规划沿着昔日临铁的轨迹 建构全长4公里的五分火车路的怀旧步道 设置幸福万应公 巴里沙跟自来豪水自着月台 也会在入口设平交道跟铜续彩绘 营造出铁道驿站的氛围 在田上边的会设咱们做一个起点 起点的地方我们在平交道的地方 首先要建议这个UK可以建议这条很重要的区团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平交道平交道的意象 会建议一些我们的民宅 所以民宅拼的部分 我们要做一个薪水的彩绘 当中有四个月台站 第一个月台站就是建议万应公 再来就是我们有巴里沙的水门 所以我们利用巴里沙的水门 以水水利的维花店 我们来创造一些灯光和水车 甚至是风车之类 另外就是领水油球的自来水窗 一直到顶头就是我们的幸福 未来就是我们的市场观景平台 所以这段来说不仅是我们的天野风光 而且这种南洋客的景观以外 这台店也有一个大家都很多人知道 就是我们水鸟的天堂 这个生态非常丰富的就是长沛湖 除了保留五分车步道上的地景原貌以外 从南洋溪景观平台到古一号隧道间 也打算来兴建木栈道 未来也会规划可以载客的改良式小火车 让民众可以畅游沿途美景 所以未来等我们登彼后凡尾步道完成 跟我们这条海国步道完成后 定义就是我们整个三星项 很重要的自然生态丰富的一个新景点 那未来来说 当然完成后 我们的目标希望可以通过古一号隧道 这个降临比较困难 经济比较高 但是这条又更豐富又更精彩 未来一起都完成后 这条海国步道完成后 应该口信信不离不离 我们开始就是来打造一个 这个五分车飞车 那个汽车型的意象 让人可以坐 在我们现在已经完成的 天上币的飞车站开始走 走到我们幸福卫台车 来回差不多应该有 这点钟左右 我相信这个意象的小火车 在两小火车完成后 真正就是我们担当我们三千观光的开始 太平山森林铁路停始三十多年 是在地居民的儿时回忆 而这条怀旧步道 预计在明年五月份完工 未来将串联天宋匹到 南洋溪景观平台的旅游路线 让绿色旅游结合林铁轨迹 重温太平山森林铁路的历史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我相信这条路线是在地居民的 这条路线的旅游路线 我相信这条路线的旅游路线 是在地居民的旅游路线